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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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加一点旋转 好球 好球 这一局陈思明还是把握住了机会 陈思明是在2006年的全国美式台球青少年锦标赛上 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全国的九球冠军 另外陈思明在八球方面也是成绩不错 前两局比赛 刘莎莎和陈思明都没有找到手感 各有失误 比分一比一平 第三局双方的失误还在继续 但陈思明的一个跳球赢得了满堂彩 哇 漂亮 跳进了 谢谢大家 白球 白球横台 7号的左侧中带 稍微有一点够不着 这些难度很大的球 这些难度很大的球都是可以连下来 好的 一号球有下 是8年前さ 匀道bat 是6 谢谢观看 漂亮 非常的合适 白球弹起来一点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比赛过半 刘莎莎和陈思明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 第十一局 陈思明一干清台 将比分扩大为7比4 大比分落后的刘莎莎让现场的观众一度认为她大势已去 但刘莎莎却看不出一点慌乱 反而稳扎稳打 三号 谈衣裤 好的 这个五号角度非常大 六号 同样也是 需要弹衣裤 两个人都是 有这种能力 在 把这种很难的 球和走位 打出来 有这种 那么这样 刘莎莎还是落后两局 5比7 重球 二号球近 但是白球也说得落袋了 白球落袋这样 这一局 球形也比较简单 不是那么复杂 刘莎莎还是 不难拿下 谢谢你 闭上 你 看到哪 我 不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陈自明的运气不太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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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拿的稍微有一点 不容易 这样刘莎莎 一举将比分追成了7比7平 开球还是不太理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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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样陈思明这局又危险了 看看能不能踢出这个空间 4号中弹 detective 看看能不能踢下 好 друга 第十五局 刘莎莎顶住压力 连胜四局 以8比7反超 率先拿到赛点 刘莎莎也是通过一单 难度非常大的 包一号 获得了这一局的机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白球 拉回来 这次 一号没有躺住 留下了一个长台 再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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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间的比拼永远充满悬念 第十六局 双方就一号球来回防守树干 最终 刘莎莎出现落球 陈思明完成青台 双方战成8比8平 比赛突入决胜局 刚才刘莎莎反超拿到赛点 确实对于陈思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号去保底带了 这个一号是不是留给刘莎莎了 非常的致命 看看白球好的 三号这个角度还是可以接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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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刘莎莎也要平静一下心情 后人心弦的决胜局 陈思敏由于体力不支 禁容失误 刘莎莎抓住机会成功倾台 从而以9比8的总比分 拿下整场比赛 夺得此次九球中国赛 女子组的冠军 再见 夺冠后 刘莎莎莎透露 自己哥哥的人生大事即将举行 为了能够参加婚礼 刘莎莎在赛前和领队约定 若打进八强 就有机会参加婚礼 这也给了刘莎莎 比赛的动力和高昂的斗志 一举获得冠军 好解读精彩赛事 品味运动人生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